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Elsi 是Mr.Jeffie Leung 香港的学生 维亚纳是我一个最深爱的城市之一 当2016年Mr.Leung提出 有一个Summer Master Class Program在Vienna 我是头头差不多第一以报名的人 很积极地很渴望来到维亚纳 这个美丽的城市 我们来到之后分配给Viktoria Professor Victoria Lukianis 是我的导师 我们的同学年纪大小都有 所以我们是一个挺有趣的班 大家都有不同的歌曲 大家都有不同的技术 有点分别 变成有得交流 互相互补 互相互补 第一年来到这里 Professor Victoria 就对我们每个人开始认识 就知道我们有些长处短处 就很耐心地教我们 所以第一年也是一个尝试的性质 所以第一年也是一个尝试的性质 但是我们就觉得来到这里 我们是很有归属感 而且觉得很开心 而且这个环境给我们的分途 令我们很沉入 沉聚于学习 而且很用心尽了我们的能力去参与 到第二、第三、第四年 我也一直有继续来 直到2018年后 2019年就停了 开始停了 疫情的关系就停了 变成了那几年之间 我们就对维亚立很向往 很希望可以有机会再来 那几年之间 Miss Leung很耐心地教我们 很用心地教我们 在香港上课的同学 还有我们也学了很多歌唱的技术 直到今年 就说Riena这里的University 继续开了Summer Master Class 我们就很高兴 就立刻报名来到这里了 发觉地方不变 有少少人事变迁 但是我仍然觉得 维亚立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音乐就是这里的灵魂 所以我觉得我一点都很积极 这次Professor对了我们有多些认识 经过几年的教导 就开始上课就比较严谨了一点 就要求就高了 就令到我们觉得去面对挑战 就积极用心地去尝试 比较有些曲目难一点的歌曲 也尝试尽了我们的所能 尽了我自己的所能去做到最好 就希望今次回到香港之后 就可以唱歌给Ms.Lang听 让她知道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收益 还有来到这里 今次就发觉 有很多新的同学 从其他国家来的 就变成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交流 知道其他国家的学生是如何去学生乐 和他们的操矣 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给我们 我们也很开心 有机会听到 这么有水准的同学的表演 唯有了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城市 我一定会再回头 在此 多谢Ms.Lang 和Professor Schmidt 和这所学生 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我会再回来 Vienna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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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ious 你 我爱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